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收聽風雲高 多謝各位支持 本人陶傑Patreon和鮑偉聰 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最近 香港 戲劇協會主辦了一個 香港舞台劇獎的頒獎禮 因為 請了鏗窗閘 香港電台電視部 一位前編導 蔡若寧 和漫畫家專子 是兩個人上台頒獎 然後 台上兩個主持人 頒獎的時候 有一番 這個預先準備好的對話 就是以所謂的 紅仙和紅橋 來的話題 就被指為與大相關 在頒獎之後 藝術發展局 撥然大路 說你找這兩個人頒獎 和說一些影射的東西 於是就削減 這個戲劇協會的資助 和以後 不會提供場地 給他們頒獎 這種當然是赤裸裸的欺凌 首先 這兩位頒獎的嘉賓 都不是說 有任何的 比如說刑事案在身 那些刑事案在當中 其中一個公司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那些公司 還有一個公司 在這兩位頒獎 那些公司 是他就不可能 這個公司 他就不可能 他就不可能 一個合法自由可以活動的香港公民 這兩個人上台頒獎 首先是不是說藝術屬於藝術界 頒獎是不是一定要限於藝術界 藝術怎樣去定義呢 第二 他們兩個就是提到一些紅線 紅橋 那個對白就說 哇 紅線在這裡 其實這些是不是危及到所謂的國家安全呢 講到紅線和紅橋 到底是不是犯法呢 誰自然不能說呢 難怪連親中建制的江玉寬都在這裡直斥 這個香港藝術局是做得過份 這種霸凌的現象 大陸老實說 他就用來指責美國 在這樣的香港 現在這種氣氛 特區政府振興經濟無方 錢就胡亂擺 但是藝術局所頒給的這些香港戲劇 做舞台劇的這些 在這樣的現時的形勢之下 都已經是辛苦求全 然後你在這裡就擺起一副家長官的威 一副這樣的嘴臉 然後就告訴全世界要說好香港故事 這些香港故事就不聽也罷了 是不是 是的 這次藝術局的聲明呢 跟進他提出了扣減資助 還有下一屆都不再資助這個頒獎例 再加上康民署口頭上說不再會租借場地 這幾點之後 藝術局很清楚地指明 是因為邀請了專子和蔡玉玲兩個人士 擔任頒獎嘉賓 和兩個私儀在台上提及的紅線紅橋與帶相關 是對藝術局的聲譽造成影響 所以作為理據就進行懲罰 凡事我們真的不如正面看 這次藝術局將那條遮收布也好 花紙也好 撕爛 或者是藝術局作為一個代表了 現在香港這些法定機構 不管它是不是藝術 任何的法定機構 因為國安法和接下來的23條 其實他們以後的做事方法 就是好像這次這樣 可以令到大家清楚明白 雖然他沒有說明以後哪個人可以 哪個人不行 但是大家都估計得到了 但凡和以往對政府批評 或者是和政府有任何官司的一個對抗 即使他好像蔡玉玲那樣可以全身而退 終審法院都說他沒有罪 但是以後你在香港 你就是一個大罪之身 無論你做任何事將會遭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 這次我樂觀點看是好事 給所有藝術界或者體育界任何界別的人知道 不要再全僥倖之心 你要在這個土地上面繼續工作或者是所謂賺食 你就要遭受到好像 這次藝法局對劇協這種粗暴的懲罰和無理的理據 以後就是這樣了 大家清清楚 首先香港戲劇協會請些什麼人上來做嘉賓呢 頒獎嘉賓是他們戲劇專業人員自己的判斷 就和藝法局這些官僚裡面說政府代表 他們有什麼資格在指指點點 裡面那個章程是不是 是說有一條是說明 你這個戲劇協會找人上來做頒獎嘉賓 這個頒獎嘉賓一定要得到藝法局、康文署 這些政府衙門的部門去批准呢 還是說日後你要交一張名單 這個頒獎行不行、那個頒獎行不行呢 你說藝術發展局 你的頒獎是不是一定要從事藝術的行業呢 怎麼界定藝術呢 首先我想問一句 你這個藝術發展局裡面那個整個委員會的名單 首先那個主席叫做霍啟光 霍啟光就是霍英東的孫 是富商的第三代 霍啟光所主持的這麼久的功績 是跟體育有關的 就是那些什麼香港奧運會、奧委會等等 派一些運動會去外面去比賽 霍啟光本身自己都不是一個運動員來的 他都是指成富業 富就成爺業 那麼多個他三代人 是跟體育最有貼身關係的就是霍英東 因為他年輕 在這個香港華商會的時候 有想為政就自己喜歡組織足球 和自己下場打過球 到了第二代 霍鎮庭 他西裝骨骨和那些特別的髮型 從來沒見過他跟體育的事業 有些什麼好像他爸爸那樣 是一個貼切的關係 霍啟光更加不用說 就算霍啟光是主持這個體育 都跟藝術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現在香港 叫做文康體 是三樣東西混合起來的 文化、康樂和體育 文化裡面就包括藝術、音樂 即是繪畫、音樂、文學 既然你說香港戲劇協會 是隸屬於文康體 戲劇協會找蔡玉玲和尊子 蔡玉玲和尊子兩個算不算文康體裡面 的文化界人士 尊子是一個畫家 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 這個首詞 你說他不是藝術家 但是他的學歷是中文大學藝術系 第二 蔡玉玲是資深的 香港電台電視部前紀錄片 鏗張集的編導 你說紀錄片是不是一種藝術呢 這個也有得爭 紀錄片是一種創作 我當你不是藝術 不是合意的藝術 但是紀錄片絕對是一種文化表述的活動 你現在呢 香港你說要找藝術界來頒獎 給這個戲劇協會的邀請 你這個藝術本身已經很合意了 知不知道 我請問 如果他找一個明星去頒獎 那又算不算是藝術界 好了 如果是明星 你找一個脫星去頒獎 那又算不算是藝術 明星只要他做個電影 請問電影是不是藝術 任何的電影 劇情片都可以說 俗稱叫做第八藝術 那如果你要找一個脫星 又算不算是藝術家 所以這些呢 就是考納明目 就是對人不對事 就是這個藝術局 是對於蔡玉玲和尊子這兩個人 是充滿仇恨和偏見 因為你這次點名就點名他們兩個 你這樣這兩個公眾人物 是給特區政府一個公職部門 是點名 是說他們兩個不應該獲邀上來頒獎 這一點是對這兩個文化人 文化界的人士 是構成一個品格方面的污辱 你這個這麼高調 是點名說這兩個人我們不喜歡 或者我們是排斥 在現在特區政府統治之下 有什麼港版國安法陰影處處 是有理由相信 你是會令到尊子和蔡玉玲 兩個人的人格和聲譽 是受到損害 從而令到他們兩個 在頒獎之後 在香港 謀求差事或者求職 又或者從事其他的 和金錢有關 或者是僱傭方面的工作 是會受到打擊和損害 這個呢 可以是由兩個 這個頒獎打賓 是可以控告藝法局的 你說什麼意思 我做過什麼事是不對的 我是不是刑事犯 那陶先生 這個一定要爭 因為這個是人權來的 基本法裡面對人權有保障的 要不你就說 那兩個主持 說一些東西 是紅線和紅橋是托到我 但是那兩個主持 紅線和紅橋 他沒有說到危害港版國安法 紅線這個紅線是可以很廣義的 沒錯 任何電台、電視、廣播、電影創作都有紅線的 如果不是 你為什麼要有一個叫做電影檢查處呢 紅線不一定是指政治紅線 可以是道德紅線的 可以是色情及淫慰 筆雅物品審財處那些紅線的 可以是你曾經香港特區 是做一個對一座大衛像 這個雕像 你都說是色情淫慰 那個都可以是紅線的 他說紅線和紅橋 他代表什麼 他現在是煽動 是香港人不滿特區政府 仇恨康民處還是什麼 還是你覺得紅線的紅字 是充滿污衛 和令人厭惡 你這樣說五星紅旗的那個紅 都是紅的 你是不是視紅呢 就如是仇購呢 這些呢 完全是可以的 那兩個主持就說這兩句 一個是紅線和一個是紅橋 專指就說 什麼是紅線和一個是紅線和一個是紅線的 那當然什麽就是像是紅線的 也就有紅線 也就叫紅線 也就叫紅線和紅線 說紅線的 應該是紅線和紅線 我看不到 其實第一個問題是 這兩位專子和蔡玉玲 他們究竟有哪方面是違反了《國安法》 或者他們的人生 或者他們的行為有哪部分 是有這些違反《國安法》 其實他都沒有說明 他只是提出那個就是兩位主持提及的《紅線》和《紅橋》 而我根據新聞資料 其實主持人和那個編劇 他都是說交稿 交劇本的《紅線》 我們經常都說是《死線》 或者《死線》 你不要管他叫做兜得漂亮 還是叫做秋水 事實上當在台上真的沒有人提過《國安法》 和這種政府的《紅線》 這些全部都是諸心論 或者是所謂的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都不能夠作為一個很完整的理據 去作為扣減資助和不借場地的藉口 這種情況 我覺得業界的人士 現在就有點出聲 說一定要有理據 但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的香港已經是不需要講道理的了 不是啊 你不要當他不需要講道理 你就不講道理 對付這些無賴的人 他就是駁你 說是這樣的了 現在接受 你們知道他們的嘴唸是這樣 是不夠的 因為你這樣暗示尊子和蔡玉年兩個人 是有違反《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物 你叫他們兩個找律師告政府啊 今時今日 當然啦 如果我是他 我就叫 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想他們真是 又不知道要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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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民事而已 民事告誹謗 這樣都不可以的 香港開場以來從來沒見過的 到時你又不知道他們會抽他們什麼的罪名 可能是說他們逃稅啊 又或者他們這個言論裡面有煽動啊 或者他們甚至告政府這個行為呢 都可以是煽動罪的 引起對政府的仇恨 政府不可以告的嗎 香港哪條法例說市民不可以侵犯民事告政府 司法覆核都可以 但是現在我相信他們兩位呢 都知道其實他們這兩個身份呢 是政府的一個眼中釘 那是不是就是這樣咯 是不是 是啊 是吧 就是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將他們兩個定性 是說特區政府眼中釘 是不是從而暗示給全香港企業和僱主 這兩個人呢 是賤民 你不能夠賤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呢 又未去到說呢 就是你打一份工他都不讓你賺錢 但是如果所謂的公眾場合 就是任何這些叫做頒獎嘉賓 或者是某些的媒體請他們上去訪問 再加上請他們寫專欄或公仔 那這些呢 就可能會造成呢 就是政府的所謂的不滿 或者是覺得呢 現在他們呢 還可以在這裡明目張膽地招搖 而特別是 其實你一碰到政府的資助呢 就是藝法局的資助呢 他們更加會調製 因為呢 這一點呢 是他們那個DNA來的 就是你在他們那裡吃呢 就不可以在他們那裡吃的 這種呢 就是容逐的舉例 但是這個是實際上的情況 你不碰到他們的錢 就是政府的錢 你也可能會遭殃 譬如很多的黃店 很多的獨立書店 陶先生近來 是不是給很多的部門走上去 抽查 問他們那些走火通道啊 跟著說他們那些 究竟那個牌照啊 很多獨立書店呢 在前兩個月呢 都已經倒閉了 那些獨立書店其實的遭遇和 跟蔡玉玲和阿專子差不多 他們又犯了什麼國安法呢 他們不通賣那些書 全部是違法的嗎 如果是違法的 已經用國安法抓了它了 現在就是用行政手段呢 來去將這些這樣的 所謂民間的 僅有的一些自由的聲音呢 都將它摧毀 現在我們都說過了 在一百幾十億的國安法撥款之下 現在要抓的要抓的 肥佬黎47人全部抓了 民主黨公民黨全部產平教協沒有了 那跟著那些人有什麼做呢 就搞獨立書店 搞這些專子啊 蔡玉玲頒獎的事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什麼金像獎頒獎典禮啊 又或者任何的學校啊 你都不會再敢請這些人呢 去講座啊 又或者訪問 這種情況呢 就是現在香港 在國安法 和接下來的二十三條之下 其實怎樣 可以定義是紅線呢 究竟譬如說 網絡上面近期流行那句 是你悲觀而已 但我看到由亂入治 由治及興的好處啊 這句說話 是正面的 它都可以說你是諷刺 現在就是這樣 文字獄開始了 首先 紅線和紅橋 你自己心中有鬼 就說在諷刺著你 第二 尊子和蔡玉蓮 它絕對是符合文化藝術界的身份 因為香港聲稱是文化和藝術是在一起的 藝術發展局自己都說的 它說去年六月舉辦的香港舞台劇 就是班上禮被指有不妥之處 就是說它收到投訴 這些投訴當然是親中愛國的大叔大媽寫信去 它收到這些投訴 它認為不妥 它判定是不妥 但是也有很多意見 是說其實沒有不妥的 包括中審庭的法官的意見 就說蔡玉蓮這個查冊 車牌是沒有不妥 然後你看看藝術發展局的聲明說 驚深入了解之後 去年11月下旬決定下調 這個贊助 它說主辦的香港喜劇協會 沒有主動和局方商討 就偏離以往頒獎禮的做法 這個記得看著說法 包括新增頒獎禮主題 邀請文化藝術界以外的頒獎嘉賓 專子和蔡玉蓮兩個都是文化藝術界之內 不是以外 文化 文化是文化 甚至是藝術 這個指責是創的和荒謬的 好了 你說偏離以往頒獎禮的做法 哪一條是說 以往頒獎禮的做法是不得偏離的呢 文化藝術戲劇如果沒有突破沒有偏離 何來有創作呢 偏離 偏離是否就是犯天條呢 記得以往電影金像獎 都有邀請過各個界別的人 去做頒獎嘉賓 這一點 甚至很多時候 都會請退任的官員 又或者是他們界別以外的一些名人 去做這些嘉賓 這種呢 其實在以往香港的影視界 或者任何這些頒獎典禮 是很簡單的 其實大家都心思肚明 他們現在講這個理由呢 是強行事後 找一個這樣的說法 但是實際上是針對 蔡玉玲 和專指兩個人的身份 當然 其實這個究竟 這些影藝界 或者叫藝術界 還有多少個名字 是不可以上台 不可以做班長嘉賓呢 但是這個政府從來都不明白說的 有些人就開玩笑說 不如你列了名單出來 他就是不喜歡 他就是要製造一種 所謂的白色恐怖 就讓你們這些人 不要和政府有任何相違背的意見 不要批評政府 因為隨時你們的遭遇 就會像這個專指和蔡玉玲那樣的了 這種就是所謂的 這些民青呢 現在面對香港 那個極端的政治形勢裏面 如果還想在這裡 工作和餵食呢 你就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地 可以繼續 所謂在灰色地帶 或者紅線之前的猶豫 這種呢 就是現在 政府或者藝法局 釋出的一個很強烈的信號 所以有些時候 除了指責藝法局之外 我亦都要說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就是說 如果還是有一些 覺得可以 好像以前這樣 在香港裡面 從事回他們自己 以往的藝術工作 或者是覺得 只要我不說 一些敏感的 或者是 批評中國的話題內容 我就沒事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所謂的這條紅線 或者所謂這種這樣的限制 只會越收越細 越來越多的題材 無論是歷史 或者是時事 都不能夠放在戲劇裡面 你只能夠 不要說一定要做白毛女 智取威虎山 你只能做一些人速無害 我們叫做 所謂抽離的世界 甚至如果你借股奉金 或者你借科幻題材 去指明一些 社會的問題 甚至是諷刺中央集權的 這種禍害 這些全部 都會給他紀錄在外 最慘的是 他不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你要付錢 就是除他意思 到你有一天站在台上 好像專子或者蔡玉玲 他就會用這種方法 去警告所有人 甚至去類似那個主辦方 現在就是這樣 杜先生 所以這個藝法局 這種做法 是令人相當之厭惡 因為他種種的砌詞 還有一條 他說戲劇協會選擇 邀請當時充滿新聞話題的 專子及蔡玉玲 擔任班長嘉賓 我請問 找一個充滿新聞話題的人 來到大班長有什麼問題 戲劇本身已經被指為小鐘 如果找一個知名到當時多人留意的人 去去頒獎 你是不是可以有助於吸引多些基層的市民 走去看戲劇 走去看話劇 充滿新聞話題 本身這件事是中性的 充滿新聞話題 張子強也可以充滿新聞話題 蔡天鋒也是可以充滿新聞話題 在奧運的時候 奪得花式劍擊的張家朗 拿了獎回來 也是充滿新聞話題 充滿新聞話題 本身是很中性的 而蔡玉玲和專子 當時是充滿新聞話題 但是他們沒有被控告 或者沒有被定罪 所以他們充滿新聞話題 有什麼罪行 有什麼問題 李家超也是充滿新聞話題 林鄭月娥 他在任的時候 天天都充滿新聞話題 被人詛咒 打小人 是不是 陶先生 李家藝法局班長嘉賓 有沒有一條說 不准 招請任何有新聞 公眾效應的人 來到班長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借口 其實說到最白 最白的一句 第一 專子的身份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政治漫畫的作家 無論在以往的《明報》 或者《蘋果日報》裡面 都寫過很多 這些諷刺的漫畫 這個已經是全部記錄在案 而蔡玉玲呢 就更加簡單 就因為他來自這個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的主持 或者以往一些表演者 他們到今時今日 都是眼中釘 就因為你受過他的錢 你出過他的糧 甚至你離開之後 你都不能夠 可以叫做獨善其身 這個呢 真的跟某些社團的行為 很接近的 不是說你離開了就離開了 因為你曾經 代過他的錢 所以其實呢 現在你看他 藝法局或者是 任何 霍啟剛說的事情 真的 他只不過是在那裡 堆砌一些理由 全部都是不充分 但是 你歸根究底 就是這兩個人的背景 現在已經是 類似共產黨的管治方式 看你的成份 看你的成份 人格謀殺 是啊 人格謀殺 是另類人格謀殺 是啊 是啊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些不是小學生 在那裡互相指責 或者街市婆 在那裡指指責你 罵我 是政府的公共機構的行為 你記得了 你是納粹人公養的 尊子和蔡玉寧都有納粹的 而他們兩個是無罪之身的 所以你說這種行為是多悲劣 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劇協 你有骨氣的 你以後一毛錢都不要問他政府 做回你們認為自己值得做的事情 那我就拍手掌了 你這樣 你這樣 你以中國人 一定要強調這個民族 以中國人的政治意識來講 你現在就是加強對抗他 是不是 我告訴你 你這樣 他這樣的特區政府這樣的權力機構 他更可以製造某種壓力 令到你整個香港戲劇界融化了 就是記協或者民主黨 走去租酒樓 都租不到 那些中國人來 那些酒樓老闆 他這樣的民族的基因和特色 你就知道這些寒蟬效應 民主黨 他現在是不是由特區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 是不是三合會 那你做什麼 他又不是沒有錢給 你做什麼你不租場給他 這些是不是人格謀殺 中國人社會裡面 是最多這樣的行為 你知道嗎 那怎麼樣 我知道 那跪下了 學你說 跪下就繼續黑球資助 他現在已經告訴你 場地不借下一屆資助 那個頒獎禮都不會資助你 所以最好就是解散 不要 在香港不需要有任何戲劇的 做來做什麼 那些是殖民地時代 人家英國領導的時候有大會堂 還有一個香港話劇團 幾十年前 陳友後 姜中平 鍾景輝 這幫人都是殖民地時代的時候 在那個文明社會狀態和真正歌舞聲平的時候 那個人心暢順 還有那個人心向上 才有這種藝術家出來 那陶先生 去外國搞頒獎禮可以嗎 人欠一口氣罰 欠一口 一住香 那他不讓你去香港搞 真是當你所有就流走 怎麼不知道 去新加坡搞 去日本搞 再飛來英國搞 那些中國人就打小報告 就說你家裡外國勢力 為什麼你不去大灣區班 沒有人租場地 你要走去外國 外國租場給你 外國那個政府 或者外國明知道 中國香港特區 不租場給你 然後他租場 他不就是支持你 是遠對抗特區政府 是不是 那些中國人 是什麼都可以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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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條罪給你的 所以這個問題之嚴重 就是有個深層結構裡面 他有一種很惡劣的本性 本身是發出一種異味的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你這樣 香港的中學教師 應該對學生及早指引 你們留在這樣的地方 將來搞戲劇是沒有前途的 如果你們想做舞台劇演員 做編導 你看看這樣的先例 那些家長 什麼戲劇小天使 小孩子想做同星 你看看現在的氣氛 對不對 好 這些香港故事 你也說了我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 鳳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鳳雲谷 成立了短短年半時間 就突破30萬訂閱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會員專屬頻道 鳳雲會 人數也都持續上升 陶生同胖Sir 每個星期都會為會員更新專屬影片 現在就不如看看以下的最新一分鐘精華 他用一個很有趣的邏輯 他就說 我明知道這些影片 會被你們拿來截圖來搞 所以我就下了他 這位蕭盛的KOL 幾十年的那種很低級的鬼見作風 是一致的 其實這群這樣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是拿來建立他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大家姐妹這麼高這麼大 可以說沒有一條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這些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 是會盡快和你戴一件出來的 哦 是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戴一件出來 拿來做人質 沒錯 中國的情報系統 那個風格 是吸塵基風格 這個… 這個過去 説有些什麼 糾屎垃圾 你認為無 childcare 全部在靠 他會趕快馬上分流 慢慢有心中 進入他的系統 是否二猶未盡呢 在本片描述欄最上面的連結 一案就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先 heck 這種影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傑 與鮑偉聰衝心直說Patreon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